新冠疫情令全球經濟陷入衰退 但中國11月份錄得的外貿順差就創出歷史新高 有德國傳媒擔心西方國家用於刺激本國經濟的資金 到頭來都會流向中國 令中國成為疫史的終極大贏家 法蘭克福匯報一篇評論文章指 中國外貿順差創新高 反映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貿易戰已經錯失了目標 該文章指出 疫情之下全球各國紛紛採救中國生產的醫療防護物資 電視機、平板電腦以及家具等等 反觀幾乎沒有新發病例的中國 經濟得以率先復甦 靠的不是提高本國民眾工資 刺激國內消費 中國亦沒有從那些遭受疫情重創的國家 增加購買商品 而是受益於歐美國家的經濟刺激政策 法蘭克福評論文章指出 對於歐美經濟來說 中國人是無可取代的客戶 而中國最新的經濟數據 就印證了很多西方人的憂慮 相比其他國家 中國正以更快的速度 從疫情導致的經濟下錯中恢復 北京亦借此增強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力 而這一切 偏偏發生在歐美國家 將同中國經濟脫歐 定為貿易政策投號戰略之時 歐美和中國簽的每一筆協議 都引含著進一步增加對華依賴的風險 該文章分析 中國不僅追求商業上的利益 更加尋求創造更符合國家利益的國際秩序 學到達成功的